书馆开书是戒严张文祥赐马案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江宁将军魁遇不正使没起照 一审张文祥 这两位官员在对张文祥动了形 打了板子的情况下 也才问出一个让人不太信服的刺杀原因 这张文祥说呀 自己有冤屈 冤大了 媳妇啊 被当地的恶霸拐跑了 自己做生意呢 又因为触犯了朝廷的王法 所以啊 赔了一个底调 这两江总督马新仪寻防宁波 张文祥试图拦叫喊冤 当然了 他喊冤呢 无非是想让这个马总督主持仗业 把他的媳妇找回来 杀了霸占他媳妇的恶霸呀 夺回他的家产 这马总督啊 压根就没接他的壮旨 原因很简单 这两江总督啊 主要是都办三省军务 哪有工夫派人去给你找媳妇去呀 那一定是 马总督把这个案件又驳回到张文祥所在的县府 这么一来啊 这张文祥也是怀恨在心 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朋友来了 这个朋友啊 名字叫龙启云 虽然是一位海盗啊 但是是这张文祥在宁波唯一的朋友 曾经啊 多次接级过他 马新仪上任以后 组织静海剿匪 这龙启云的海盗匪帮啊 也遭到了打击 在官府的剿匪混战当中 这龙启云身负重伤 已经成了残废了 张文祥听闻之后 非常难过 他认为他 以及啊 对他有恩的这位朋友 所遭受的所有不幸 都归罪于马新仪总督 所以才借这个马新仪越射之后 回府的空单 在剑道上刺杀了马新仪 那这里边 这口供漏洞太多了 那要说这张文祥你最恨的应该是谁啊 那就应该啊 是把你媳妇诱拐 并且侵吞了你家产的恶霸吴炳屏 对啊 这夺妻之恨断财之仇嘛 这其次恨的就应该是自己的那个败家娘们罗氏 对啊 通奸这种事嘛 他一个巴掌永远也拍不响 你是不是应该踢了着刀子去找这俩人去呀 张文祥啊 最初的交代说这两个人的去向啊 他没有寻得到 经过调查呀 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这吴炳屑勾搭的跑了张文祥的媳妇罗氏之后 并没有逃远 张文祥回到家中不久啊 就找到了媳妇 把这罗氏带到了家中 逼迫罗氏吞了大烟自杀了 可是仇人吴炳屑呀 本来就是当地的恶霸 这张文祥啊 拿人家没拙 所以呀 才跑到马兴仪那儿告状 他自称第一次没有交代清楚啊 是因为怕背上逼死罗氏这个人命官司 这也不合理呀 其实他身上的死罪多了 也不在乎多这一条 从发从眼 袭击官军 勾结海盗 撕射小鸭 这里边哪一条啊 都够他上阎王爷那儿溜的一来回 所以凭这一点啊 他也说不通 他拦叫喊冤马兴仪 如果呀 这马兴仪受理了案件 那稍稍一调查 就能调查出 他曾经参加过太平军 参加过碾军的这段经历 那媳妇找得回来 找不回来 都是另说着 这脑袋呀 肯定就玩丢了 还有就是啊 为朋友打包不平 因为这个朋友龙启云 这道海盗柳子呀 被官军剿灭了 所以呀 他替朋友报仇 才要刺杀总督 这说起来呀 他也是糊涂账 你应该去刺杀水师提督 那这脑洞大开 你怎么就把这帽子扣到了总督身上呢 再有呢 就是马兴仪下令 超莫小鸭 断了他的财路 首先呢 这马兴仪这刀正令 不是单指你沾未降的 是这两江三省之内呀 所有的小鸭全要查莫 换句现代名词说呀 这叫做稳定经济秩序 即便是总督不下这刀令 这大清国也是要查抄小鸭的 因为你本身呢 就是政府不允许的一个违法勾当 所以说呀 找总督去报这个仇啊 也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 听完张文祥的供述之后啊 这唐上的大人 个挺个的不愣脑袋 都表示不幸 尤其呀 是江苏后不到孙一言 还有山东后不到元宝庆 这二位呀 都是这马兴仪的心腹 他们当堂啊 就给这主审大人提意见 让这大人呢 用重刑 可是这主审官没起诏啊 他不答应 他认为呀 一旦这案情还没有审清楚 就给这个犯人用飞行 挺刑不过犯人死了 那到了朝廷那头啊 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无奈之下 是当天只好退堂 到了第二天呢 这朝廷的旨疑就到了 让他们等着这个钦差 曹运总督张之万 来到南京一同三堂会审张文祥 看来呀 这朝廷也认为 这事态实在是太严重了 大清国自开国以来 还没有哪位都府大员呢 被人当街刺杀了的呢 咱们简短截说 这张之万来到了南京 他可不着急呀 先审理这赐马一案 他先会同其他两位主审 开了一个会 定了一个审讯的方针 那什么方针呢 第一条啊 就是不能再让其他官员听审了 哎 涉及到你头上啊 会传你 你在道堂听审 没有人听审呢 哎 就没有人干扰审案 在一定程度上啊 也能做得可保密吧 这第二条啊 张之万认同了 没取照的意见 关于审讯张文祥啊 确实不能动用飞行 这朝廷要的是 审理出这张文祥的口供 真要是把这张文祥打死了啊 交代不上去 也交代不下去 那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这么养着审呢 这张文祥肯定是不会招供的 那不能打 哎 又审不出口供 这怎么办呢 要说呀 还是这个张之万有主意 他就提出了一条 咱们干脆呀 熬审 让啊 各衙门口的这行兵事业都辛苦点 每次审讯呢 他们都必须到场 隋唐一定要做下完整的记录 这样呢 就能保证这个卷宗的真实性 然后咱们三位主审大人呢 轮班休息 但是审问不停 这就叫做熬审 咱们这一群人呢 单熬这个人犯张文祥一人 用这种熬鹰的办法呀 迟早能审出口供 魁玉没启照 这两位大人一听啊 要说这江孩子是老的辣 一拍大腿得嘞 就按您说的吧 这回再开堂审礼啊 堂上安静了 因为没有众为大人听审了 上手做的审讯大人呢 也就剩下了一位 堂上大人正金威座 堂下跪的人犯张文祥 你爱招不招 总之呢 是管吃管喝 不让睡觉 你以为天黑了完事了呀 哎 这堂上啊 又换了一位大人 这魁玉下班啊 没启照上班 到了下半宿啊 这没启照下了班 这张之万又来了 就这么一熬啊 没有几天的功夫 这张文祥真熬不住了 这张文祥搭了这脑袋 跟堂上的大人回话说呀 哎 我这还有要招供呢 哎 只不过呢 我要是招完之后啊 您得让我睡会儿觉 当时啊 堂上的主审大人 正是江宁将军魁玉 他听说呀 这张文祥要有新的招队之后 连忙命人叫来了 其他的两位主审 张之万和梅启照 三位大人到堂之后 这魁玉一拍荆堂幕 对台下的张文祥说 有何戏刑还不从事招来 书中代言这会儿的张文祥啊 被这三位大人轮班熬审 已经是第三天了 他眉睛打彩的抬了抬头 翻了翻眼皮 看了看堂上的三位大人 扫了就嗓子呀 开口言道 我杀马新怡啊 哎 真正的原因 那就是为国除奸 这张文祥继续交代 在他参加太平军的时候 他曾经是这李世贤的部将 这李世贤是谁呀 这李世贤呢 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王 是这个中王李秀成的堂弟 被这个洪秀泉封为了世王 最后呢 这死于这个太平天国当中的内斗 被这个康王汪海洋弄死了 张文祥加入太平军之后啊 就在这个李世贤的手下 做了一名小头目 说有这么一天呢 张文祥的小队与清军作战 就俘虏了一名清军士兵 一审呢 还不是一名普通士兵 是这军中主将马新怡的侍卫 这个人呢叫徐便 这徐便呢 也是山东合则人 和这个马新怡啊 两个人是老乡 没办法为了保全性命啊 这徐便只好暂时投降了太平军 一来二去呀 和这个张文祥的关系 就非常的要好 后来呀 太平军大势已去 这二人呢 就商量啊 要出走太平军 这张文祥回到了宁波 去开他的小鸭 这徐便呢 就想尽办法回到了马新怡的身边 过了多年以后啊 这张文祥又看到徐便了 就有相逢啊 是无不欢喜 于是这两个人找了家酒馆 没别的 哥俩开喝 喝着喝着呀 哎 这徐便呢 可就发了愁了 他跟这张文祥说呀 我呀 这辈子唯一看错眼的 就是投错了人 跟着马新怡啊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混蛋的事 那张文祥忙 问那怎么了 这马大人对你不是不错吗 这徐便说呀 他对我倒是不错 可是这个人呢 他通匪投敌 这徐便接着说呀 说这马新怡啊 他是个回民 他入了一个阻止啊 叫天方教 哎 就是西北回乱那帮的人 我是他的贴身侍卫 所以好多事瞒不了我 这西北叛乱的这帮人呢 给马新怡 来了一封信 就在前两天 这大概的内容就是啊 说新疆啊 西北那块 他们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随时随刻都能发兵打进关内 打进关内之后 就要向江浙一带进军 他们联系马新怡啊 是想让这个马新怡 做好准备 好接应啊 来到江浙地区的回乱大军 哎 跟着马总督 我趟这趟浑水啊 早晚有一天得把脑袋玩丢了 这张文祥一听啊 立刻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怒骂道啊 此等那臣舞弊 首认之 这张文祥交代完此话之后啊 抬头看了看堂上的三位大人 说大人呢 我交代完了 赶紧让我睡会儿去吧 这三个大人听完张文祥的共诚之后啊 说实话 没有一个人信 这张之万呢 可能跟马新怡啊 接触的不多 这奎裕跟梅喜照啊 这二人呢 哎 和马新怡可是共事多年了 他们深知 这马新怡自入室为官以来 为了避这个民族矛盾的弦呢 很少人知道他是回民 暗字里呀 守着一些回调的规矩 也无非就只是吃喝 其他官场上的应酬往来呀 和这个满汉官员无异 再者说了 这会儿正值西北回乱 这马新怡呀 身份特殊 民族特殊 作为朝廷之中的一品大员 对自己的语意呀 还是非常爱惜的 从来在民族问题上 不发表任何意见 他总说呀 为官是为了百姓 和任何族群无关 那既然这张文祥的口供 已经招到这了 不对 这肯定是不行 那就先退堂吧 把他呀 打回监牢 让他睡去 立刻就给这快班牙役下了签票 立刻传这个徐辩道场 那么说有这么个人没有啊 还真有 马新怡呀 还真曾经有一名侍卫叫叫的徐辩 不过这会儿呢 这个徐辩呢 升官了 已经换访到杭州将军麾下 坐了一名游击 那就传吧 还好啊 这从南京到杭州也不远 没几天的工夫啊 这徐辩就风风火火的 从杭州来到了南京到神 这徐辩呢 身上有官职 就不能开大堂了 这三位主审大臣商议之后 二堂问话 徐辩上得堂来 先给三位大人见了礼 这堂上的奎玉先开口说话了 说这徐将军呢 你认识字吗 这徐辩连忙应道啊 说这个标下十字 奎玉说呀 那就好办了 你既然十字啊 咱们也省得废话了 这有一份张问祥的口供 你自己拿着看吧 说这话呀 从桌上就拿起来张问祥的口供 交给了徐辩 这徐辩拿起了张问祥的这份口供 借着灯光是仔细观读 他是越看越生气 最后啊 简直就是气得浑身之哆嗦 读完之后 扑托通就跪倒在了堂前 他说呀 这张问祥啊 简直就是污蔑 首先呢 对太平军的战斗当中 我确实是被俘过 当时审问我的太平军营头小官啊 那就是张问祥 这一点我承认 不过呀 没过几天 我想了个办法就逃脱了 回到了清军大营当中 这一点呢 我家马制台是知道的 并且这营中必然有记录 列为大人呢 如果不信可以去查阅 自从逃出太平军之后 我可就再也没见过张问祥了 我伺候我们家马大人多年了 因为我和志台大人是老乡 所以呢 志台大人非常信任我 我是大人的贴身护卫 这一点我是非常了解的 志台大人虽然是回教 但是自入室以来呀 为了避嫌 从未与回教中人往来过 后来大人官之一品 更是不敢遵奉回教 为的就是一个效忠朝廷 为的就是避嫌 我吃了雄心 豹子胆 也不敢迈着良心说 我们马大人通回 侵犯张文祥 当街刺杀马大人 我在杭州听说了 我等追随志台大人多年 对此贼恨之入骨 恨不得食其之肉 寝其之皮 开堂破肚 为马大人制祭 如今这贼人在公堂之上 竟然公然污蔑 马大人与标下 我愿明日与他道堂对质 那就好办了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明日升堂 当堂对质吧 说不要麻烦 转眼就到了刺日天明 三位大人呢 继续升堂神 这张文祥 从这个大牢当中 被带到堂上 刚到堂口啊 他就看见徐便了 还没等别人问他呢 他扑通通就跪在了堂下 相伤叩头 口中言道 说大人呐 前两天 我说瞎话了 其实我跟这个徐便呢 也无非就是一面之缘 我想他呀 很可能早就死在乱军当中了 于是在情急之下 才攀扯了他 编了那套瞎话 实际上我呀 要招的都招了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只求诉死 别折磨我就行了 这三位大人一听 哎 这不是扯淡吗 欠字 画押 人犯押回天牢 退堂 自此以后 这三位大人又经过几番偶审 这人犯始终是尸口不宜其供 这张文祥说了 哎 我杀马心仪就是私仇 没有其他人主使 于是啊 这联合三堂会审 也只好结案 张之万主笔 两位大人画押 写了一道结案奏折 就报给了朝廷 河南人张文祥 殷荒年于道光二十九年 南下至宁波府 以售卖詹帽为生 长毛发匪 攻陷江南之后 张文祥从逆四年 指印天朝大军攻克南京 张范见发匪大势语气 转回宁波 与浙江沿海海盗团伙来往密切 刺杀两江总督 马治台 原因有三 其一 回至宁波之后 这张范见妻子与财产皆被强人霸占 欲览马治台叫喊冤 未被受理是故而怀恨在心 其二 海盗朋友皆被马治台发兵所杀 此事致张文祥更加愤恨 于是又加重了杀害马治台 未有报仇之心 第三 张文祥撕开小鸭 马治台下令查抄 致使张文祥本力绝亏 断了生路 家破人亡 追念前仇 杀尽欲绝 才有着本年七月二十六日 趁两江总督阅设之时将其刺杀 张之万在奏折的最后总结了一句话 再三审讯 尸口不宜其共 无令有主使各情 尚属可信 随着这奏折呀 巴贝利勤急往朝廷奏报 这张文祥也被打入了死丘牢 等候朝廷降旨发落 这朝廷定夺此案的旨意 还没发回到江南 这会儿江南从官场到街巷 对于马新仪被刺一案 已经流言四起了 这总督大人被刺的原因 在民间流传的版本就不下十余容 要知这民间是如何传输此事 明天您早来说 玩我给您爱着个儿的旅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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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